大家好,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林倩美食日记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咸蛋黄 以后想要吃咸蛋黄不需要出去买了 现在后看走好运哦 将面粉与盐混合均匀 普通的面粉即可 面粉和盐的比例保持2比1 然后将一半多的混合后的面粉和盐倒入一个容器中 接着用鸡蛋压出6个位置 将蛋黄和蛋清分开 将蛋黄放入容器中 像这样 都准备好后 把剩余的面粉和盐的混合物盖到上面 接着盖好容器 放入冰箱冷藏中 放置24小时以上 时间越久 腌制的效果越好 第二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成果吧 将蛋黄取出 轻轻的剥去面粉 然后用清水清洗一下表面残留的面粉和蛋清 晶莹剔透的咸蛋黄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 听说点赞留言转发的人都是好看的人哦 谢谢收看 下期见